您怎么看上大哥的 我没看上他 我这样说你别不高兴啊 太过分了一会儿 这人呢 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位78岁北京时尚奶奶的故事 大家还记得吧 化妆品比年轻姑娘还丰富 家里丝巾一百多条 首饰装满三抽屉 不仅能唱歌 跳舞还不错 就这样一位时尚老人 她的家庭生活怎样呢 为了美花那么多钱 83岁的老伴又是什么态度呢 大哥 养这么一个女人费不费钱 不卷着费钱 就是管得太严 管您管得严呢 我老师问 你今天翘老人给叔父 明天走不了道了 也是翘老人给笑的 是吗 那当然了 要不知这个血管 这是对您的好 是 大哥把这一个女人养成一枝花 到姥姥也是一枝花 我叫的是太棒了 您支持她 哎呦 这就是夫妻 你看 你看她这一些耳环呢 首饰啊 我也没说过 我说你爱买什么买什么呗 你不收获安排好了 从心里头支持 标面支持 太过分了 这人呢 这真的 您觉得美得过分了吗 太过分了 你都不知道 不告诉你 我就不告诉你 他一直是 你买什么 我也不管 不管 花多钱 这你把生活安排好了 就行了 就行了 不管就是最大的支持 不管 您欣赏吗 欣赏 要出去好别的女同志 比起来还是 挺爱美的 您心里也美滋滋的 是不是 是 不能公开这么说 心里美 心里美 美在心里 透透的乐 您是山东的 我山东啊 山东那一知道吗 你也知道 山东老乡 山东老乡 我到北京来 就是考学来了 上了三月吧 就不上了 为什么呀 得找这儿 挣钱吃饭 留到北京了 哦 是这样的 留到北京 但是来讲 你必须得 有留的那个 资本 资本 所以说 我的技术是最好 大哥 您是一个山东人 找一个北京大妞 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 介绍的 他们家有一个闺女 挺好的 给他介绍 介绍 介绍父母 喜欢吗 父母高兴 愿意说这人 为人老实 正直 那时候也挺 爱美的 挺精神的 大哥很帅气 您就是精神 是吧 现在也很精神 你看他皮肤多好啊 您一介绍 就看上了 就给带家来了 带家来了 我妈我爸 上约会的地点 一看 挺好 这人就给带家来 大年初二 带家来了 大家来让您看看 大家让我看 我不愿意 我妈说好 我爸说好 哪是那小鞭 放来硬还找呢 就牙有点不齐 人还就是挺好的 就是他了 就是他就是他吧 一辈子我没收过去 哎呦 有始至终 就对我特别好 哎呀 真好啊 看着我 哎呦 那上北戴河 我游泳 那浪一个一个的 就上来 哎呦 我吓得 我说就你有媳妇 你干嘛呀 你不要管我 哎呦 我这 哎呦 是 到现在我一出去 戴手套 戴口罩 拿钥匙了嘛 你汽车筒慢着点 哎呦 哎呦 是吗 就这样一辈子 就是这样一辈子 我老脚子 哦 这一辈子 确实都不容易 是 相处了有60年了吧 嗯 56 67年了 金婚都过了 哦 你金婚 什么这 不拿婚 我们俩也没怎么 招过相 没怎么一块 招过相 是啊 我这次把 您二位同框 给您喝个瘾 因为和瘾 也就正经八百的 和我那么两三岁 就没有 我那么爱招相 我们俩很少招 现在老了 那一眼大一眼小 更不跟他招招 哪里啊 也是老帅哥呢 他要变我 那是 他人好 他人好 人品好 人品好 特让我放心 我跟你说 不抽烟 不喝酒 有他 我做他就是一份 我的工作 对 买好吃的 他老是买好吃的 就买好吃的 我什么是好吃的 您说出来 我就给您买 说不出来 就好吃的就行 八十八一条鱼 买了您吃 剩鱼头鱼尾的 我还能吃 要不剩我也不吃 买鱼块 买鱼块 带肉的 对 这老费能买好吃的 我说咱们 就吃好吃的 想起来吃什么 咱们就买什么 哎 对对对 他哪知道 我把钱花的什么劲了 花的我美 我不美 我不健康 怎么说他呀 大家我还想知道 人家都说北京大牛 北京北地人 不太容易接受外地人 不接受 您怎么看上大哥的 我没看上他 我这样说 你别不高兴 你说你的 都这么多年 没看上 怎么还能接受了呢 我爸我妈愿意 哦 那是我的孝心 我妈还蒙我 我妈说 咱住了一个单元的房子 你要不结婚 这房子就把收回一间间 又我那可不行 收回一间 我多单纯啊 人家给收回一间间 那怎么办呀 我不是不喜欢他 这人挺好的 挺精神 但是我儿能说回道 能唱回跳 他呢是文文当当的一个 整个一个理工男 他就跟陈景文一样似的 很能 就研究技术 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说不到一块 我跟他说是这样说的 您看我说对不对 安律姐 我要死在你前面 我让你念我的好 我没有对你一点不好 你眼光打到哪 我手就打到哪 钱方面 我虽然爱美 花钱 但是我舍得给你花 跟你说 他那衣柜里 那衣服都是好衣服 后来他都不穿 我的伪人 三四百 他都不穿 但是我还是给他买 毛衣什么的 对他洗整齐了 挂好了 那说老 你念我的好 你要死在我前面 我没有愧对你 我心里特别坦然 我念他的好 你看大哥 笑眯眯的看着你 他就这样 这就是欣赏 但是他从来没有 说的我爱你 一个子没说过 我也没说过 没说过吗 没有 这辈子我们俩 谁都没说过 I love you 没说过 大哥会说吗 还行不 说一个呗 不说 别说 他倒说这个 我说你看这谁好看 你呗 你呗 你好看 知道哈 知道 有几个像你 似的说 特别人 虽然我们没有特别 就是那种爱情吧 但是我们亲情很亲 是 现在不是老了 老了也就是亲情 五十多年 您想想 风风雨雨 相伴五十多年 我妈五十四就没了 那我妈 才跟我一块多了 这我们俩人 这就得有五十七年了吧 我也很感谢她 对生活的付出 对于这家庭的付出吧 除了感谢 有没有理解 包容 有 对 她就注重的是技术 陈景润 说老实话 就啃着干门头 在你小坡坡里头 走道里都撞电线杆子 对吧 人家是技术好 人数学好 这个技术也是那 人人仰慕的 这场子里 那场子里 就是人人仰慕的 他从车间这条走到那条 所有的什么 织毛活的了 看报纸的了 不干活的了 全都吓得 赶紧各就各位 但是我不学技术 您对大哥 是不是也有一种 仰慕之情 他对我也仰慕之情 对 您对大哥的这个技术 有没有仰慕之情 我也挺佩服的 挺佩服的 那时候人家都车接车送的 让他去 给人家尝得指导 几十年 也是相濡以沫了吧 反正我对他现在 六千块钱工作不行 八千块钱差不多 能这样说话了 包括夜里头 倒两次水啊 倒两次尿啊 凑好了 您晚上别摔着碰着 有事你叫我 扶你一把 掺你一把 我掺他扶他 不用他掺我扶我 是吧 大哥 大哥 您的退休金都给大姐 还欠了两千呢 每月欠两千 真的 六千块钱 现在这保姆 六千块钱 你干什么呀 人家现在厨房 人家吃饱了 什么好吃吃什么 到你这儿 人家说我不吃了 我不饿 我减肥 越减越肥 我现在盖杯 我摟着脚 他都给我盖了 给盖盖 药到时候就拿过来 都给你拿过来 还有一次我还辣了 我恨不得抽我这个嘴巴 我没有进到心 让他辣了一次药 什么事都想着你 那是不错的 那真是爱情啊 是啊 心里知道 心里知道 不好意思说出来 其实他从心里挺感激我的 一个是感激 我觉得大哥 从他那眼神里看出来 一种非常深沉的爱 嗯 他那个爱可深沉了 是吧 都知道 这个结婚 你看 你哥看你眼花似的 我说 您这眼神 你不能当个谁 您都 您都方便了 好 你这么看 你看 幸福吧大哥 整天赏花 太幸福了 完了以后 我好辨认 我都在外边就说 我就管吃 我也不管 人家养花 您还被花养着 嗯 这什么心情 你说 我们街坊都知道 你把理督伺候多好啊 以后还是得靠你 您的身体好还是 反正我现在就支撑着吧 支撑着这个 能够伺候的 十年八年的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你完全看 但是我也有老的说 他要是比我还老 那我还得收获 还得收 就得这么收 是的 大哥还是靠老伴 靠谁都不行 是 真的 孩子也忙 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给拉也不行 哎 对 所以说 老伴老伴 老了做伴 大家我觉得 您这么美啊 一方面是 您对生活的热爱 另一方面 我觉得也归功于 大哥对您的欣赏 没有人欣赏 一枝花再美 他也美不了多久 对 是不是 别人对您的赞美 有可能是一种羡慕 也许是表面上的恭维 对 但是大哥说出来的那种 不清不重的一句话 那是对您的真爱 真欣赏 是 也非常幸福 女人有一个宠她的男人 也是好事 那当然 大哥那个表情 美的女人 她的前提是幸福 是吧 首先是幸福 才能有美的资本 您这么说了 我才珍惜 您要不说 我也没觉得怎么办 太好了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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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 他们陪伴风花雪月 分担柴米油盐 把举暗其眉 过成了流年的清淡 把香茹以沫 定格成幸福的习惯 那一谈从未起风的爱 酝酿了一生 不舍的缘 在老花的眼神里 闪着光点 芬芳了岁月流经的花田 用侄子之手的身影 兑换了天长地久的誓言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